请为我唱一首初赛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战影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诸赛曲 陈源 一些比较有五声音阶的作品 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些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音乐乐器的结构 以前这些歌曲很多都是我们西洋乐器在伴奏的 我想希望能够大家来听到国乐乐器 来演奏这些曲子是更好听 而且更能够让大家有一种融入音乐的一种感觉 我也非常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边 希望把所有的不同的表演都能够带到台湾各地 我觉得这个场地我虽然第一次来 但是我觉得这里已经经营了十几年 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么也希望能够来到这里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港区的这个艺文能够有留下我们一个美好的脚印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经验 我演奏会开了很多场 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地区 然后跟声乐然后同台 跟殷老师这个同台 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的挑战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然后这次的音乐会呢 我有一首曲子叫《走西口》 这首曲子实际上我教了很多学生锤 我是第一次上台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曲子要换四个第一次 所以说在过程中 它表达的内容比较复杂 然后人的情感比较复杂 因为大家知道闯关东或者走西口 那都是有天灾人祸的感觉 所以这个用中国底子来表达这个人情的味道 这个曲子说实在是一个挑战 而我们总是要一场再场 向这草原千里山之金光 向这风沙呼啸过大漠 我相信大家知道 我们殷老师殷这样的质感 尤其是他是三金歌王 那他的美声几乎是天籁 那我们岳老师的这个敌意 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那所以当我们筹备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独奏会跟我们的歌王 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国乐来搭配 就希望能够把质感给提升 也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音乐领域里面 来搭配美声 所以我相信最重要的我们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提升港艺的水准 很感谢大家 那最要感谢的一个就是董事长 他这一次多方奔走大力促成 可以让中国神迪叶老师 然后可以跟我们郑阳老师 这种流行音乐的金曲的美声 可以在我们港区这边 希望当天晚上会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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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